所以隔壁很討厭的明星 是幾天記者會啊 我可以 落兩點 然後就走兩點 只要他們走路啊 我們今天也心都知道有S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要晚一點 不然我們怕大家就 衝去S的場了 因為我都知道他 我已經要那麼早期 為什麼是我要避開他 而不是他要避開我 為什麼是 我為什麼要避開他 但是真的我今天一開門我也是 喔你也太亮了 是結婚的時候after party穿的 要給我的一個公車 要有地獄的服裝 再來呢 布料要少了 我覺得我一定很醜 我不想出去吃飯了 然後他就竟然說什麼 他說瘦就漂亮嗎 這話聽人不會很不少 有一天其實是 有出門之前他就說 Baby 你沒有瘦喔 和先生有一個約定 我跟他講 有些我可能表達不出來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允許我 讓我牽著你的手 當你感受到對方的溫度 我覺得那一切事情都可以過 代言價碼誰都比較高 應該是我吧 他是 他唯一比我高的地方 就是身高人 嗯 其實我們有約 然後 然後應該最近會跟他一起吃飯 好忙喔 他真的很忙 我有試著約了他兩次 然後他說他要跟男偶像拍廣告 他就沒有答應我的邀約 我希望他拍得很美 第一個被稱為國民姐夫的人 是劇俊葉 就是我的胸部 酷 酷龍的劇俊葉 那因為那個 那個志玲的老公 有上過我們節目 我是有給他新的名稱 就是國民好友 我老公不會被搶走就好了 你知道他心機有多重嗎 然後有一個人拿一個那個 吹風機在吹他 他這樣一過來 頭髮這樣 對 我再幫你吹 我不來這一套了 我不來這個 你幫我的話我幫你 不能吹正面 你要把尾 不是這一面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和我自己的妹妹所做 期待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能夠插出不一樣的火花 還插出火花咧 插你屁股吧 如果你想像明星的話 我希望你學習成熟一點 我想沒有人不喜歡志玲 而且我也受夠了在演跟林志玲不合的戲碼 他也不就是太高 然後長得有點漂亮 真精神我演過戲 我覺得 就我練也ok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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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